据朝中社24号报道 朝鲜近日进行新型潜水式攻击武器系统试验 旨在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严重挑衅 据报道 朝方于21号向东部海域派出海啸河无人潜水攻击艇 沿预设航线在80米至150米深度 潜航约59小时 于23号到达目标点 对试验战斗部进行水下爆破 此次训练验证了该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此外 朝方于22号进行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 两枚战略巡航导弹 沿预定模拟轨道飞行后精确打击目标 朝媒强调 美国和韩国反朝战争演习 导致朝鲜半岛军事政治形势 逼近难以逆转的危险地步